警方在今次行動中在中港兩地合共檢獲了超過10億非法賭博紀錄 以及168萬元現金 警方說去年開始與廣東和深圳警方 調查一個活躍在港深兩地的跨境非法外圍賭博集團 主要涉及本港賽馬 集團僱用電腦專家設立非法投注網站 被莊家和賭客登入後投注 加上網站的伺服器地點經常轉換 包括設在南美國家增加了偵查的難度 所以經過一年時間部署 在星期日晚和深圳警方分別在兩地 拘捕了23人和33人 包括集團主佬 警方相信已經瓦解了集團 又指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 正在調查是否涉及洗黑錢活動 香港公平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